洛璃腿怎么样了 后面这些书是你真实在看的吗 真的是很多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作家 包括像李娟啊杨将啊这些 所以你平时还是会看 小说类的 反文类的 其实我随身我都会 书包里面永远就会有一本书 然后是我在飞机上 或者说是出差路途当中的话 我就会拿出来看 大部分的话 我其实都会喜欢看一些人文类的书 你好恐怖哦 给他们压力是希望他们能够成长的 所以希望 有的时候大家也能够理解你老板的良苦用心 魔王 之前就有讲说 我有potential 然后能够成为四大人之声 你可以 那这个其实还是 在你有分工当然很重要 其实你还是分工之后 那如何最后做一个整合 你时间规划上面 在这里他们就有一点点的失误 所以最后那一刻就有点慌卵了 天哪 58分 你觉得最后他们准时递交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准时递交吧 还有一分钟 能把它批掉吗 天哪 WiFi又不好 无法访问网站 就有的时候工作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需要有尽量多一点的时间预留 把刚才讲的这种WiFi信号 可能会出现一些 各种变量都 对 变量意外情况考虑进去 不错不错 哇 不声不响的 他把这些事都干完了 我觉得心理素质真的很重要 这是彩线上不是发出 令人心悸的提供 你们是 情绪稳定 我是情绪特别不稳定的人 我是出了什么事 首先我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比赛和竞争 我只能在一个非常松弛的环境下 我才能稍微的 但是只要一开始有人在那里 像你刚刚什么倒计时 还有十五分钟 我觉得我真的不行 我手标都会 都会各种忙中出错 但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 你还是会有一个时间 给到的一个压力 一方面 因为你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 如果想要把它处理好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 你要找到一个 让自己去冷静下来的方法 每个人的方法 它可能不一样 您的方法是 我自己其实就会想清楚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的目标 究竟是什么 不要把自己的思绪 给这个目标以外的 其他事情去影响 我觉得刚刚胡明浩就是 他没有被最后的倒计时 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好多事情 没有沟通影响 他一直在想 我现在只要把案例 加上去就可以 是 他就是知道 在那一刻 最快 最短的时间里面 把他要发出去的材料 整合完 然后 发给代表律师 那这个时候 其实旁边的这些 实习生的那些状况 然后他们的这个焦虑 那尽量的 就不要去受他们的影响 还是要很明确的这个目标 一些很细节的 那究竟我应该怎么去称呼 法官 模拟法庭上的法官 是的 这种细节其实还挺重要 这个也是其中 最后我们选择让 胡明浩和Kimberly 然后去 你这么好被套画的花 会不会影响到您的专业性 这条我们是可以斟酌 就是不完整的播出 但是我们当时就找了 拍摄 毒舌大壮的场景 那个法庭 然后来做我们 令人心的offer里面 模拟法庭辩论的场地 然后那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建筑 当年它就是一个坟岭的菜盘亭 我的天哪 好酷炫啊 这不就是我以前在港片里面看到的 大壮 对因为香港的这个律师分成两种 一种Barrist 就是大壮 主要是做诉讼 虽然有一个大字 但其实并没有这种大小之分了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 做事务律师 主要是处理一些飞速的业务 那这两位是 今天香港办公室的 见习律师和实习生了 就包括你刚才 马上叫到 结局的时候 他能够尽量地保持着冷静 然后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工作 他这个已经用掉了 他的队友大部分的时间了吧 完全就是观察到 所以直接导致了 辩方的另外一位律师的话 其实就没有足够的时间 对于其他的这些论点上 做一个比较充分的论述 但其实虽然说他们时间上面 他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失误 他在现场中气势还是很强的 他毕竟还是有多次的 魔女法庭的这个经验 你师兄好强啊 他反应上面有那种松弛感 但同时又能够给到 我们的实习生很大的压力 你最轻松的姿态 说一些最让人紧张的话 我自己是一个四线城市馆 我父母在北京也不认识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你自己专业能力打算 你是靠自己卖命卖出来 确实我觉得 刘律师然后一直一路 然后走到他今天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位置 是付出了很多 可能大家在面前看到的都是一些 刘律师很光鲜亮丽很犀利的 但其实他背后的那些压力 就是大家都没有看到 包括他背后的那些艰辛 然后他的酸楚 他的付出 还是一个比较客观的 职业女性 她还是面对很多很多压力 面临那个困境 面对很多的压力 真的是每一个行业 我觉得其实到女性到后面是 很难去走到一定的高度 我还是很感谢 仍然有刘律师这样的女性 在逆流而上 然后做破风折 然后才会让我们这些 后来的小年轻的人 年轻的女孩看到 对 我也要加油 其实那你对于这些职场上的女性的话 你对她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啊 因为我其实还没有到 自力很深 我自己也是在努力拼搏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 我要继续努力 就是给她们一个最好的示范 我现在接触过的生活中 所有的一些年长的女性 都是格外的珍惜和帮助我的 会把真心交付出来 给一些出入职场的年轻人看的 记得我的第一个节目就是 您看到我的那个机场 培训师的那个小品 因为节目快要开始录制了 就卡斯人不起 所以他们就临时叫了我和刘声音 而我和刘声音之前 是没有任何的演艺经历的 我们是纯纯的素人 写出了机场培训师这个小品 给到当时的导演看 导演就说 这个不错啊 然后就要我们现场演一遍给大家看 当时就演 演完了当时就是金星老师 他是那个节目的主要的主持人 当时他也在那个场合 演完了之后 当时的导演就说 剧本非常的好 但你们两个人的演技 我觉得还需要磨练 所以这个剧本呢 你们就做编剧 本子是我们写的嘛 他就说你们就数编剧的名 然后这个本子给其他演员演 当时我就觉得 凭什么 对啊 真的凭什么 我们自己写的东西 为什么呀 后来我们就想算了 我不想去争辩了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金星老师说 为什么呀 我觉得这两个丫头不错 就让他们演 就他们演才能演出 这个滋味来 我们当时一下就觉得 啊 天哪 就是一下子有被 就是尊重我感觉 然后但是你知道 前辈的这个 无疑的他的一个举动 就是让你觉得 人间有真情 为什么我在上一期节目 有说小明哥真的很好 是因为他后来参加 我们那个节目 我们又写了一个本子 叫做中情咖啡馆 然后当时 他就是要提前跟我们排练 然后他提前排练的时候 那个导演就说 这两个小姑娘写了个本子 让他们演给你看 然后您就知道 一会儿怎么表演 我们夸夸夸夸演 演完了之后 那个导演呢 他就跟小明哥说 他们俩演技一般 因为他们都没有什么 那个演员的那个建议 不是专业 如果你有问题 我们可以换 小明哥直接说 我觉得他们很好 我觉得他们没有问题 就让他们演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会有问题呢 我们就觉得 真的一路上就有好多人 在帮助我们 语头当初选一位呢 没有没有 因为其实第一天 雅琪她是一个射牛 给人的感觉 跟传统的律师形象 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 但是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 你会看到 她并不是仅仅 她表面的那种射牛 在她身上 她的那种努力 然后她那种战境 其实我会看到 好多的时候 她是真的是流到最晚 然后对于语头 乖乖学生 但是面对挫折 甚至可能被淘汰的 那些危机 然后她所体现出来的 那种任性 她的甚至是 有一点点小叛逆 其实也是让我看到 她身上有很多很多的 无限的可能 从客户的角度而言的话 我个人觉得可能会 挺欣赏言语的 你会看到她整体的 成熟度非常高 那当然这个和 她在所有的实习生里面 应该之前的实习经历 是最丰富的 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